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来就是这样 对于每个人来说 会发生不同的事情都是必不可少的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要走 因此请勿批判一下这些内容 只有当你们了解时 你们才能描绘出来 只有当你们了解了自己之后 你们才能了解其他人和这个世界 这样矛盾就消解了 你们站在光之中 只有当你们无条件地爱自己时 你们才能爱上你们的邻居 并与你们本来陌生的一切和睦相处 和平在你们的内在升起 如果你们无法在自己身上找到和平 那你们将无处寻觅 这样做的话 你们就是正在为人类的疗愈而努力 这是制止地上一切有害活动的最有效手段 总而言之 用你们自己的方式站起来 不要与这个矩阵的假想敌作斗争 这只会让你们忙碌并分散你们的注意力 顾好你们自己的疗愈 其他的一切都会给予你们 在你们的内在创建天堂之国 它会如影随形 这则讯息的教导是 你们可以在内在中找到一切 也包括上帝 也就是我 上帝